五一假期各大热门景点都迎来了高峰 上海是全国旅游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来看看今年的五一假期 上海旅游市场有哪些新玩法 来看报道 五一期间 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广场上 一场主题为永远跟党走的音乐会连开四天 经典歌曲的传唱受到了众多老年观众的欢迎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 红色旅游成为了这个五一备受关注的新热点 在一大会址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等红色场馆 都推出了一系列红色主题活动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个八百的 那个叫四行仓库队 然后当时那些弹孔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就是还有那个墙皮快快掉下来 包括看完八百以后 再去看那个感触就也是非常深 一大会址去过了 今天在准备在他带到去一些州公馆 这沿路的一些 也有一些历史人文的一些印记在这里 所以再带他去浏览一下 平时可能更多的都是理论学习 那么在知识层面和理论层面上了解到了这样一个历程 然后到自己真正去参观重走这样一个党和团走过的路径之后 会发现其实实际中的感受还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和自己在书本上所学到的理论知识还是有很多的不同 今年的五一假期 上海红色旅游成为游客出游的新首选 浦江旅游成为都市旅游的新热点 文化民宿 都市观光 官剧看展 清新自然等四大类149项活动 广受市民游客欢迎与好评 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 五一期间上海市共接待游客1688.9万人次 同比2020年增长138.88% 各个热门景点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根据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 上海迪士尼成为这个五一小长假最热门的景区 我们非常感兴奋 这是一个很棒的时间 但我们已经已经有几个天资产 有每个角落的惊喜 因为这就是这一年的魔法惊喜 我们有一个很新的夜晚节 叫做Illuminate 夜晚节省 据银联消费大数据统计 上海市五一假期旅游拉动消费 约400亿元 上海市宾馆旅馆平均客房出租率 为71% 超过2020年同期45个百分点 超过2019年同期15个百分点 以上为了解采计计判计判计划